有一种人是爱狗人士 他们能有多大劲头 最近我看着一个新闻 我都看着照片了 说新疆有一个老王 老王带着孩子的外边溜达 结果有条流浪狗 嘶儿挖乱叫 把孩子吓着了 老王当时就急了 说这叫两声 万一把我孩子咬了 怎么说呢 拿着铁棒 拿着棍棒 把狗嘴给打歪了 结果上了网 一上网 老王被人肉搜索了 这一阵的新闻让我体会到 人肉搜索 是民间私刑的当中的急刑 人肉搜索 可比法院判刑好使 明显的你看 你交警 扣你点分 罚你点款 这你受得住 但你发现没有 从被搜索者的反应来看 你只要这么一搜索 好家伙 你就全玩完 所以你说这个人肉搜索 真是他怎么让人感到受到这么大的威胁 老王一开始还是强横 到后来怂了 为什么 连他的家人连都不时的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 因为QQ家庭住址电话全给人弄上网了 没来由接一个电话就一通臭骂 好家伙 最后老王认输了 跟爱狗人士约好了 乌鲁木齐一个酒店门口 还是一个广场 老王在那鞠躬 道歉 认错 说我对不起狗 我错了 我一定认真负责 让我惊讶的是什么 来了50个爱狗人士 可这50个可不都是从新疆全疆各地来的 甚至还有远到从广州上海专程赶来的 我说这得多大劲头 来了之后指着鼻子 批斗老王 老王他爹也来了 老王他爹有点看不过眼 想给儿子说几句话 结果这帮人围攻他爹 他爹赶快钻到车里要跑 这个时候有一名爱狗人士 蹭一下 你想他多激烈 上了车了 就他爹坐在老王 他爹坐这车 这爱狗人士就站在车顶 跺他车顶 我觉得老王打狗 他当然是过分 是不对 但是这么打老王是不是也有点过 而且尤其是老王已经有了表态了 所以这里边就关系到一个什么问题 假如目的是正确的 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 咱们就说狗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为什么狗比别的动物吃香 过去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好像中国人还不是这么个文化 在我小的时候 甚至到我当年 刚刚来到广州工作的时候 我是198889年分配到广州 我就记得广州的大排档还吃狗肉包 那就说那个时候不是狗吃香 是狗肉吃香了 说狗肉滚三滚的神仙站不稳 但是你看我亲眼见着就在几十年 二三十年当中一下子这个文化已经普及了 狗是特别得宠的 有些人也不服不愤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猪牛羊就不是哥们吗 猪牛羊要某种程度上这更够哥们 猪牛羊 我跟你人类做这朋友 我的目的就是用我的肉 用我的命 我生生世世让你这朋友吃 我还不忠实吗 为什么没人替猪拳捍卫一下 没人拦截一下高速公路上运猪的 好 为什么是狗 这个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也给我讲 有很多理由 比方说 这是西方文明 西方文化 说西方这个民族啊 他过去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像咱们这个中国人呢 过去是农耕生活方式 这个游牧民族我们知道 他这个犬呢 狗啊 跟他呀 确实是有一个特别铁的这么一个关系 简直就是助手加兄弟是吧 哎 可是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啊 这个狗啊 是人类可能是有研究表明啊 狗可能是人类第一种寻化的动物 大概最早可以推到几万年前 从灰狼当中寻化过来的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狗啊 确实跟别的动物有点特别 狗几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怎么说呢 就最早你看这个狼什么模样咱见过 但是今天这个狗的模样怎么这么百花齐放呢 啊 什么模样的都有呢 哎 这正是在世世代代人类寻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哎 他跟人类的这个互动可太深了 吃人类给他的东西啊 接受人类的教育文化和感情 甚至于人类通过配种啊 哎 不断的改变 他的这个模样和他的脾性 哎 像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嫁接一些果树啊一样 这人呢 不断的配配配 是向着人类希望的那个方向啊 哎 寻化和这个繁殖 所以最后呢 你看 他所以某种程度上人是按照人自己的意志塑造了我们身边的宠物 当然还不光是宠物 还有这个等于是工具犬啊 猎犬呢 警犬呢 护理犬呢 才有这么多的种类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就说确实是比较特殊 但是呢 那又有人抬杠了 说哪你要这么说 那骡子呢 骡子不也是人类强行的把马和驴给配出来的吗 对吧 你这马和驴狗 你这人类还能腌一下 扇一下 那敲猪过去 这个就是腌猪 我们那就叫敲猪还能敲 你配出这骡子多符合你人类的愿望啊 连扇就都不用扇 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和他骡子值不值得同情啊 就人类你们就生生世世让人家当太监 你该不该同情人家呢 所以这个理儿啊 你是永远也讲不通的 甚至还有些人就是说了 说这个你爱狗的人 你能够这样的去捍卫狗权 那么多流浪儿童呢 你不管啊 这那么多被拐卖儿童 你不管 人家天底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挣扎在死亡线上啊 那么多吃不上饭 饿死的人在地球上大把 你不管 你管你管你管 你管条狗嘴也给打歪了 好 对这个啊 我倒要讲一下 我觉得啊 这个世界上啊 人们都容易互相指责 比如说 维权的人可能会去谴责那些做学问的人 说你为什么埋头在书斋做学问 你不看到这个社会这么多的不公平 你干嘛不挺身而出呢 我觉得这么说 个人头上一片天 这个世界啊 之所以这么丰富多彩 是因为啊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 有些人的使命 有些人的能力特长 他就是要做他做的这件事 无数个人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咱们这个世界才能 共同的 这个多方面的大发展 大进步 只不过咱们可能都得守着一条 就是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然我也很喜欢狗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啊 这个有一个作家叫奥威尔 就是写1984那本书的作家 他写过一本小书叫动物农庄 或者叫动物庄园 他这个里边有句话 也说的挺幽默 他说啊 在这里一切动物一律平等 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咱们就说这个狗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为什么狗比别的动物吃香 过去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中国人还不是这么个文化 在我小的时候甚至到我当年啊刚刚来到广州工作的时候 我是198889年分配到广州 我就记得广州的大排档还吃狗肉包呢 那就说那个时候不是狗吃香是狗肉吃香啊 说狗肉滚三滚的神仙站不稳 但是你看我亲眼见着 就在几十年二三十年当中 一下子这个文化已经普及了 狗啊是特别得宠的 有些人也不服不愤 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猪牛羊就不是哥们吗 猪牛羊要某种程度上这更够哥们啊 猪牛羊 我跟你人类做这朋友 我的目的就是用我的肉 用我的命 我生生世世让你这朋友吃 我还不忠实吗 那为什么没人替猪拳捍卫一下呢 没人拦截一下高速公路上运猪的呢 好 为什么是狗 这个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也给我讲 有很多理由 比方说啊 这个这是西方文明 西方文化 说西方这个民族啊 他过去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像咱们这个中国人呢 过去是农耕生活方式 这个游牧民族我们知道 他这个犬呢 狗啊 跟他呀 确实是有一个特别铁的这么一个关系 简直就是助手加兄弟 是吧 哎 可是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啊 这个狗啊 是 人类可能是 有研究表明啊 狗可能是人类 第一种寻化的动物 大概最早可以推到几万年前 从灰狼当中寻化过来的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 狗啊 确实跟别的动物有点特别 狗几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怎么说呢 就最早你看 这个狼什么模样咱见过 但是今天 这个狗的模样怎么这么百花齐放呢 啊 什么模样的都有呢 哎 这正是在世世代代 人类寻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哎 他跟人类的这个互动可太深了 吃人类给他的东西啊 接受人类的教育文化和感情 甚至于人类通过配种啊 哎 不断的改变 他的这个模样和他的脾性 哎 像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嫁接一些果树啊一样 这人呢 不断的配配配 是向着人类希望的那个方向啊 哎 寻化和这个繁殖 所以最后呢 你看 他 所以某种程度上人是按照人自己的意志塑造了我们身边的宠物 当然还不光是宠物 还有这个等于是工具犬啊 猎犬呢 井犬呢 护理犬呢 才有这么多的种类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就说确实是比较特殊 但是呢 那又有人抬杠了 说哪你要这么说 那骡子呢 骡子不也是人类强行的把马和驴给配出来的吗 对吧 你这马和驴狗 你这人类还能腌一下 删一下呢 敲猪 过去 这个就是腌猪 就我们那就叫敲猪 还能敲 你配出这骡子多符合你人类的愿望啊 连删就都不用删 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和骡子值不值得同情啊 就人类你们就生生世世让人家当太监 你该不该同情人家呢 所以这个理啊 你是永远也讲不通的 甚至还有些人就是说了 说这个你爱狗的人 你能够这样的去捍卫狗权 那么多流浪儿童呢 你不管啊 这那么多被拐卖儿童 你不管 人家天底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挣扎在死亡线上啊 那么多吃不上饭 饿死的人在地球上大把 你不管 你管 你管条狗嘴也给打歪了 好 对这个啊 我倒要讲一下 我觉得啊 这个世界上啊 人们都容易互相指责 比如说 维权的人可能会去 谴责那些 做学问的人 说你为什么埋头在书斋做学问 你不看到这个社会这么多的不公平 你干嘛不挺身而出呢 我觉得这么说 个人头上一片天 这个世界啊 之所以这么丰富多彩 是因为啊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 有些人的使命 有些人的能力特长 他就是要做他做的这件事 无数个人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咱们这个世界才能 共同的 这个多方面的大发展 大进步 只不过咱们可能都得守着一条 就是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然 我也很喜欢狗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啊 有一个作家 叫奥威尔 就写1984那本书的作家 他写过一本小书 叫动物农庄 或者叫动物 动物庄园 他这个里边有句话 也说的挺幽默 他说啊 在这里 一切动物 一律平等 但是 有些动物 比其他动物 更加平等 当然 我也要 不能讨论 守护威尔 红柒 感谢观看